都说歌手汪峰情商高,其实最厉害的是他,六个字化解腾戈尔的尴尬。 2008歌手赛成已过半,对摇滚巨匠汪峰来说,有得也有失。 失就不用多说了,本来大家都期望汪峰夺歌王,但照目前的形势,难度相当大。 虽然在第八期终于拿到了冠军,但仍有杰师姐和华晨宇两座大山横更在前。 得的部分,对小编来说,完全是一种意外的惊喜。 歌手的汪峰,终于摆脱了中国好声音严肃,刻板的导师形象,不少网友惊呼,原来汪峰私下也这么活泼,好玩。 可以说,歌手是汪峰个人形象的公关站。目前来看,公关效果相当不错。 有多少网友听了汪峰对杰师姐的客观评价,立刻对他游路转粉。 有多少网友看到汪峰为节目储备了700多首歌,从而认识到了一个勤奋、专业、进取的汪峰。 有多少网友通过汪峰专挑冷门歌曲演唱,看到了一个提携后辈,刚当好歌科普员的汪峰。 其实,不少网友对汪峰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高情商。 最典型的一个例证,汪峰曾在一期节目中感动哭了两位女歌手,杰师姐和张韶涵。 第三期节目中。 恰逢张韶涵生日,汪峰带领众多歌手推着生日蛋糕出来,给了张韶涵一个大大的惊喜。 卫逸子,张韶涵哭着说。 主动和汪峰拥抱,两人情情相惜。 不容质疑,汪峰的情商确实高,但是如果就此认为他是本季歌手中情商最高的,就有失偏颇。 因为,小编觉得,还有一个歌手的情商其实比汪峰还厉害。 别看他平时不经常表现,但关键时刻的一两句话,就把高情商展现得淋漓尽致,立刻化解了老艺术家的尴尬。 是的,这个人就是李全,一个观众不太关注的角色。 第八期节目中,洪涛先揭晓第三名是华晨宇,第一名和第二名锁定在汪峰和腾戈尔之间。 这时,一向就坏的洪涛又开始使坏了,他让大家猜测谁是第一名。 华晨宇和KZ先后选择了汪峰,他俩觉得汪峰演绎的这首再也没有加入了说唱,有突破,有心意,应该是第一名。 看吧,年轻人就是年轻人,想啥说啥?没有考虑太多。 在他们说的时候,一旁的腾戈尔表情严肃,一副不大高兴的样子,极其尴尬,感觉自己被冷落和忽视了。 其实,就本期汪峰和腾戈尔的演唱来说,各有千秋,伯仲之间,谁都有可能的第一,关键是观众的口味。 姜还是老的辣,这个时候就看出李全的高情商了。 他先是称赞了腾戈尔,说腾戈尔老师的演唱把民族和流行很好融合在了一起,自己很喜欢。 然后才画风一转,说汪峰今天的表演确实有突破,编曲很有立体感。 好了,请注意,最能体现李全高情商的部分来了,所以我觉得可能汪峰老师的票会多那么一两票,两三票。 一两票,两三票,说得多委婉啊,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字,却足见李全做人做事的功力,既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,汪峰应该的第一。 又很好地照顾了腾戈尔的面子,只差几票而已。 等李全讲完,再看腾戈尔的脸色,由音转型,愉快地接受了自己是第二名的事实。 为李全的高情商点赞,六个字就轻松化解了腾戈尔的尴尬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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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